一降级8月也陆续恢复了兵役征集 不过这些年轻的义男普遍都还没有打过疫苗 集体入营恐怕会有群聚染疫的风险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指示国防部 除了健康状况评估 也要对于入营新兵进行快筛 并且要按战备情况安排顺序 让义男来施打疫苗 不过国际疫苗的到货情况不稳定 是否会让新兵来施打国产的高端疫苗呢 指挥中心今天回应 会根据国防部的造册 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疫苗 但不会强迫官兵来施打 军歌大声开口唱 李正 骚醒 班长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都是新兵入伍日常 随着疫情区缓 8月起陆续恢复正常病疫征集 不过这些年轻义男几乎没几个打过疫苗 相关检疫规定不能少 不防部除了按照现行的防疫作为 弱势执行之外 并且已经规划对注营的疫难来实施快筛 确保官兵的健康 那么至于有关于官兵疫苗的施打 国防部会依照中央整体的政策 配合播发疫苗的期程跟数量 我们会按照战备任务的优先顺序 分批逐步的来为官兵做施打 考量到军中环境 长时间群聚 吃饭睡觉都跟林彬一起 行政院长苏贞昌指示国防部 在新兵入营时除了健康检测 更要进一步做快筛 更要依照战备需求按顺序施打疫苗 但国际疫苗到货时程不稳 国产高端疫苗是不是新兵的唯一选项 对当然现在在不管是哪个单位 我们现在造册施打 那有什么疫苗就打什么样的疫苗 那当然不会强迫他们打 再来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原则 指挥中心配发疫苗 国防部造册施打 指挥官强调跟一般民众一样 绝不会强迫官兵施打特定疫苗 然而营区属于特殊环境 攸关国家重要战备 防疫自然得做到位 让新兵入伍打疫苗 准备工作得加紧脚步进行 记者林先生就好了 中文财产提供报道